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约饭的时候讲了这样一件事 他开公司的商务车去机场接客户的飞机 在一个路口跟一辆电动三轮车发生了刮蹭 电动车在一个路口临时变道逆行 他在左拐的车道死死地踩了一脚刹车 由于他反应迅速 电动车没事 反倒是他开的那辆兵力的副驾驶门 被电动车划了长长的一个道子 不远处的交警正在向他们走过来 电动车的司机知道自己违章闯了祸 又看到那辆兵力价格不菲 急得满头大汗 一叠声地给他道歉 小夕赶时间又加上公司给兵力上了全报 顺口安慰对方 放心吧 只是点轻微的刮蹭不会让你赔的 等交警过来我们赶快说明一下情况 我回头找保险公司赔付就行了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前一秒还在连连鞠躬道谢的老大爷 在看到交警的后一秒就立刻躺倒在地 捂着胳膊开始呻吟 要求小夕送他去医院 说自己全身都痛 演技极其声动逼真 车上刮蹭的痕迹很容易就分辨出事故原因 他又开着行车记录仪 前因后果一清二楚 交警板着脸批评了老大爷几句就离开了 而那老大爷又在愤愤不平地冲他嚷嚷 几百万的车开得起 给我几百块钱看病的钱都没有 有钱人没良心啊 他被气笑了 明明是你违章 我都不找你麻烦 你居然还讹我 是谁没有良心啊 老大爷语出惊人 可你是有钱人啊 吃点亏怎么了 我有没有钱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就算吃亏 也不会给你这样的人占便宜 他狠狠地撂下这句话 绝尘而去 我上大学的时候 有次跟朋友一起坐火车去成都旅游 为了聊天方便 我们特意排了好酒队 选了两个紧挨着的下铺位置 开车还不到一个小时 就有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跑来找我们换铺 她跟家人同行 在我们隔壁的中铺和上铺 我们开始并不同意 却耐不住她好说歹说纠缠不休 说 我们可以换 但是你们得把铺位的差价补给我们 本是合情合理的条件 那女人却像被蝎子遮了一下似的尖叫起来 你们两个年轻娃娃怎么这么没有人情味 就是几十块钱的事 至于吗 不至于 你不想付的话就不要换好了 我们既然买了下铺 也不差这几十块钱 跟你换已经是做人情了 凭什么还要贴钱给你方便 我也有点生气地怼回去 那女人被我说得语色 兴兴地转身走开了 回到自己的铺位上 麻利地爬到上铺躺下 直到我们到站都没有再走过来 好像之前从她嘴里讲出的 住在上铺和中铺的种种不方便 顿时因了这几十元的差价而烟消云散 旁边目睹了事情始末的一位大叔笑着竖大拇指 慷慨地用花生和毛豆招待我们 用很大的声音说 我觉得你们做得对 对于这种爱占小便宜又欺软怕硬的人 就是不要让他们得逞 人这一辈子吃点亏不怕 怕的是你的让步和牺牲 都成了滋养小人的温床 我至今都记得她这句话 和那女人信心走开的神情 当时年少气盛 怼回去的时候 与其说是发自价值观的争辩 更不如说是一场义气之争 可随着年龄渐长 却更加明白这样的道理 不是所有弱者都可怜 不是所有让步都高尚 也不是所有求助都值得被回应 我依然愿意在那些真实无奈的困境中 贡献绵薄之力 却不愿自己的好心和善意 成为了对得寸进尺的默许 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 在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中说 纯真是一种幻觉 你必须学会保护自己 学会区分真正的善良和伪装的好意 学会控制自己泛滥的同情心 学会克制和审视 学会变得敏捷而强壮 个人公众号普及以来 一时间潮汐成风 由于自己的时间精力有限 我找了专业的机构帮我维权 大多数的抄袭者都会默默删文 其中还不乏有一些 在删文赔款之后 还专程来找我致歉 唯独有一个特别奇葩 我在微信和公号上 同时收到了他的私信 大意是 我也是个小作者 写作很不容易 删文发声明对我影响不好 你要不算了吧 反正你也写了这么多 也不在乎这一两篇 Excuse me 道个歉对你影响不好 你纸字不改的抄袭 却与我无关 因为我写得多 就活该被你抄吗 我回复完休想 然后火速地拉黑了它 有时候觉得 我们的文化中 有一个很奇特的地方 好像只要放低身段 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弱者 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提出要求 而真正在意公平和善意的那一方 却往往又由于帮都帮了 而无可奈何 或是为了姿势好看 而忍气吞声 那索取不怀好意 那让步又暗含戾气 看似一桩好事一件佳话 却因为心不甘意不平 而陷入一个 看不见的恶性漩涡 拒绝被别人沾便宜 看似冷硬无情 却是真正维持一段关系 或一念善意最好的方法 只有当我们所见的好人好事 都不是以一方的无可奈何 和另一方的得寸进尺为基础 而是彼此相互让渡一部分方便 一部分体谅和一部分利益的时候 善意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闭环 当善意有门槛时才能无价 别让纵容以宽容之名横行 好了 今天的文章分享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读者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我是映游 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Let me go I don't want to be your hero I don't want to be your big man I just want to fight with everyone else Your masquerade I don't want to be a part of your parade Everyone deserves a chance to Walk with everyone else While holding down A job to keep my girl around And maybe buy me some new strings And hurry night out on the weekend And we can whisper things Secrets from our American dreams Baby needs some protection But I'm a kid like everyone else So let me go So let me go I don't want to be your hero I don't want to be your big man I just want to fight like everyone else Oh I don't want to be your hero I don't want to be your hero You just want to be your hero I don't want to be your her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ith everyone else with everyone else